好的 那首先呢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与这个讲座 那今天呢 我很荣幸的请到了 Judy刘一杰 也是好朋友 也是会计师呢 来跟我们分享 跟房地产相关的 这个税务的讲座 那我呢 叫黄悠悠是一名全职地产经济 今天晚上呢 我们的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呢 刘一杰也准备了 这个PPT呢 来跟我们分享 跟房地产相关的这种topic 那他在他讲完以后呢 我也会稍微做一些 补充也好 就是我会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管理出租房的时候 一些比较 就是practical的一些 比较practical的一些 一些方面的内容 然后呢 在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再take questions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把问题呢 挪在最后面 来回答除非 当然了 如果有些问题 是在讲完以后 一个topic上很相关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再有一个 就是question and answer time 所以今天晚上呢 大概流程是这样子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把时间交给 Judy 刘姐来跟我们开始 她的这方面的分享 好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了 大家晚上好 首先呢 谢谢悠悠 悠悠就是策划这次这个讲座 非常感谢悠悠 然后呢 我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那个Judy 大家也可以叫我郁姐 我呢 我呢 是大概在 那个06年左右呢 拿了这个CP执照 拿了CP执照 呢 就开始 进行系统的这个税务学习 但是我证实的 做我自己的business 也就是几年前 因为前面的话呢 纯粹是自己的爱好 喜欢 然后来最近几年 我觉得应该可以 把它发展成一种business 也就最近几年 才开始做我的这个business 那我现在的话呢 就主要做的话呢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 T1 T2 就是个人税 公司税 还有的话呢 就是公司所有的这种会计啊 就是财务报表啊 还有比如说工资啊 HST啊 还有就最近最近几年的话呢 就开始这个HST rebate 还有就海外买家税 还有就是这个费税务局 迷报税啊 大概就是基本的 可能大家平时涉及到的 这些范围的话呢 我都做 完了就是我 我自己的这个 主要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我不仅仅是 放着报税报表 完了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还给大家提供一些 给我的客户提供一些 Tax Plan Tax Plan呢 主要是就根据我客户的 他们的家庭的一些收入啊 一些资产情况的话 给他们做一些合理的这个 这个税务的这个计划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他们一方面的可以省税 还有呢 有可能的延税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一些 包括一些个人的一些福利啊 最大化 好吧 那我就是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了啊 开始了正式的这个 这个 做 完了呢 今天我主要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 大概就在这个表里面 这个agenda里面 就是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是个人所得税 是T1这部分的内容 还没涉及到T2 好吧 主要呢 说说简单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个人所得税的一些申报的常识 这个申报常识的话呢 我呢 就大概呢 就是把一些主要的一些概念 给大家串起来 串起来的目的呢 就让大家呢 就是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里面 你会涉及到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 你就要去考虑呢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第二个呢 这个也就是 由于他极力推荐的一些 主要是关于方采方面的东西 方采方面东西的话呢 就是这个方采 主要的我们把时间 可能会放在这个 方采方面的东西 好吧 完了这个是 下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表的话呢 就是我给大家列了两张表 这个是其中一张表 为什么列这个表呢 就是这个呢 就让大家的话呢 主要对这个税率呢 税呢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印象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这个第一列 第一列的话呢 是这个taxable income taxable income呢 指的是这个 应拉税的那个收入 应拉税的收入的话呢 它不同于 那个总收入 也不同于你的net income 净收入 它是叫应拉税的收入 第二列的话呢 它是一个税率 税率的话 大家能看得到 这个呢 主要是安省 安省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我们安省的税 加上联邦的税 一起的 也就是说是个人 每年的话呢 我们作为安省的居民的话呢 每年报税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应用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税率的问题哈 这个从这个税率的话呢 大家能看得出来呢 就是因为每个台阶 每个台阶的话呢 税率是不一样 也就是说是收入 约往低走的部分的话 它税率会比较低 然后再往高走的话呢 它税率会逐渐 逐渐的往高 往高里涨 这个的话 也就是我们俗成的 这个累进的税率 然后大家能看到最高的呢 到了那个46 最高的46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的收入要是高于22万的话呢 就每多1万块钱 你46 就4600块钱呢 就给了交了税了 你自己只剩下 大概是5400块钱 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也就是说什么呢 大家如果说是 你收入在45以下的话呢 其实你税率就比较低了 大概是20%的税率 所以这个呢 就给大家有个直接的印象 但是大部分 我们大部分收入的话呢 可能就到15万左右 15万左右 也就是说是 你最高的税率的部分呢 大概在37左右 就不到40 不到40 这个就是 我们俗成的这个 就是marginary rate 也就是说是 你的边界的税率 这个边界税率 这个概念呢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 那个tax deduction 就直接拥有到 这个边界税率的概念 好吧 这个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 比如说是 你自己的个人收入 在哪部分呢 那你基本上会 大概了解 比如说我个人的 每年税的 交的税是在哪个范围内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的 第二个这个 为什么把这个表 给大家列出来呢 这个指的是 这个2018年的 这个政府的 这个财政收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实是有一半以上 是从个人税里面来的 就是财政收入 它一半 从个人税来的 其实公司税的话呢 只有15% 但还有一些 别的一些 烂七八糟的税 烂八糟税 还有一些 比如像这个 R-Taxes and Duties 这个呢 主要指的是HST 还有一些关税啊 这个比例 比较高 17% 所以说呢 你主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个目的 就是说什么 你会知道说 政府的这个 主要的财政的部分呢 有一半以上呢 是从个人税来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个人税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是 每年的话呢 都会作为这个 比如说政府review 或者是审计的 一个重点 因为什么呢 他从这里面呢 会找到很多很多的 税收的漏洞 从这里面 会能找到 很多很多的收入 这个呢 主要是就是 给大家有个 这么一个基本的感 当然就是说 现在开始 最近两年开始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海外买家税 海外买家税 尽管占的比例 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的话呢 其实他这个 其实这个 对财政收入影响 也是挺大的 因为每一笔的话呢 每一笔比说 你要是买个房子 大概100万左右的房子 大概就十几万的 这个海外买家税 所以说最近海外买家税的话 这方面无论是 从这个海外买家退税 还是你包括退税的时候 这个审查的力度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当初 我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具体的一个 我自己做的一个case 好吧 所以说这个 介绍这个表的目的呢 基本上大家清楚就是 我们个人税呢 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也就是说是 也就是说是政府呢 其实是把好多好多的 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精力 跟财力的集中在 个人税上面去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review啊 或者是做的一些审计啊 这个概率都会比较大 这个的下面的话呢 这个的就是我们 讲的一些这个 下面就是这个 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些 主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个人税的 申报的一些基本的尝试 我这个里面的话 大概给 这个有两个slide 大概是 对这个18 13个这个 列了13个这个 基本的一些概念 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个人税 报税里面的一些 最主要的一些概念 而且这些 最主要有的一些概念的话 它绝对你 决定了你报税 报税比如说 你最后一拿税是多少税 还有的一些的话呢 就是是 是一些比如说 你需要什么时候 完成你的报税啊 还有就是一些 审计方面啊 这些方面东西 但是主要的集中在呢 就是大家可能 对这些概念 基本你有理解了之后的话呢 就对这个个人税的一些 框架呢 可能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比较 基本的一些 清晰的一些认识了 好吧 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从这个 从左往右看吧 好吧 这个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 加拿大的这个税制呢 是个人申报 是自己申报 自己评估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自己要去 每个人的话呢 就是需要去决定 你的这个 taxable income 完了呢 你需要自己算出来 应该向政府交多少税 完了呢 你再把这个税呢 去交给政府 去交给CRA 完了呢 就是如果说是 你自己算出来说是 如果我印交的税 跟我实际交的税 有差异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refund 或者叫backusable 也就是我们俗成的这个 就是你的退税 或者是你补交税 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是 是大家要 这个呢 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清楚 因为都是要自己去报税嘛 是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个人报税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税率 它是一个累进税 就是progressive tax system 是累进税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收入低的部分 他真的 他交的税会比较低 收入高的部分 他交的税率会比较高 完了也就是 整体下来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个人 那个就是 这个 个人的收入越高 你整体的这个交的税率呢 整体的交的税率会比较高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是加拿大的这个 税率的一个特点 完了还有第三个的话 这个概念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Net Income 这个Net Income的话呢 它尽管不是直接算 我们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 Tax Payable 也就不是 尽管不是直接算 这个我们硬拿税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尽管不是说 直接算这个硬拿税 但是的话呢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呢 你从这个Net Income呢 才能出来这个Tax Bull Income 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很多人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概念比较混淆 因为的话呢 因为大家可能多多少少的 如果尤其是像我们一些 比如说年轻的一些家庭 或者是收入是 或者有小孩 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家庭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说你收入相对 比较低的家庭的话呢 可能每年会收到 政府的一些福利 是吧 福利的话呢 比如说你包括 这个小孩的牛奶精啊 可能现在也 这个牛奶精 其实是比较多的 还有些包括一些 个人的一些 就是这个HST 还有那个HST的这个Credit呀 还有包括一些 就这个你要是 房租的一些补贴 还有就是你低税的 水跌器的一些补贴 对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这个的话呢 所有的这些benefit的话呢 是哪个决定的呢 它是Net Income决定的 它不是Tax Bull Income决定的 也不是你的总收入 也就是我们书成的 Total Income决定的 这个的话呢 大家要 大家要有个概念 好吧 因为这个的话呢 经常可能 大家会混淆 混淆 因为就像 这个的话呢 就待会儿 可能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给大家进一步展开 好吧 还有这个 在下面这个概念的话呢 就是 是这个 Tax Bull Income Tax Bull Income的话呢 它就Based on 这个Tax Bull Income 再乘以税率 就直接算出 你大概要付多少税 这个就是Tax Bull Income的 这个一个概念 但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给大家 现在罗列一下 这几个 这几个概念 怎么往下走 比如说 像我们平商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收到的 我们拿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拿的T4 拿的T4A 还拿的一些 比如说 有的人申请的政府的 这个EI的一些program T4E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房租的收入 还有你 你做的Business的收入 你让的一个Business的收入 还有呢 比如说 有的人呢 会把RSP取出来 RSP的收入 还有些政府的 给你一些资助 就是政府的给的一些 就是这种 就是给的一些 低收入家庭 给的一些资助 等等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收入的话 我们把它加起来的话呢 叫Total Income Total Income 就是你的总收入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叫它猫收入 但这个猫收入的基础上的话呢 我们会减掉一些项目 减掉一些项目的话呢 就变成净收入了 那减掉的这些项目 是哪些项目呢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有猫收入 就减掉一些项目 就变成净收入了 减掉的这些项目 这最常见的 比如说大家就是一些RSP 比如说你买的一些 利用你的RSP的一些 这个空间协入 买的一些RSP 无论是给你自己买的 还是给你的配偶买的 都可以 这个就到RSP 也可以从这个总收入里面减掉 变成净收入 还有一些呢 就在最常见的 就是一些小孩的这种 小孩的这种Daycare 小孩的这个Daycare的话呢 也是所谓扣向的一项 这是一项比较重大的一项 还有呢 比如说你要是想到 就是你搬家的话呢 你符合一定的条件的话呢 搬家费用的话 往往也会金额比较大的 这个呢 就是也会作为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来抵扣的 所以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项目 我们就不会一一的再说了 我把主要的一些项目说出来 这个 把主要的项目 给大家说出来的目的 就是干嘛 那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说是你的你的那个总收入 跟净收入 其实是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所以尽管有时候 有的人总收入还比较可观 但是呢 七解八解的话呢 你净收入的话呢 就比较低了 这样子的话呢 你还是仍然会拿到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benefit 这个benefit指的什么呢 比如说小孩的牛奶精啊 现在就是每年都在增加 牛奶精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收入 这个是这个OK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净收入 净收入的话呢 再变到这个就是 就是一拉税的收入 一拉税的收入的话呢 大部分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到净收入 跟一拉税收入呢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般从这个净收入 和一拉税收入 有的人会扣解掉一些部分 比如说像 像有的人呢 做一些投资啊 他会有一些那个loss啊 还会有一些 像一些特殊的一些 像我们安省的话 有些特殊的地区 他会有一些 比如说 他住的那个地区 可能比较 调节比较艰苦 可能也会给他们一些的 这种扣解 还有的话呢 就包括一些特殊的行业 这个特殊的行业的话呢 值得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加拿大的 比如说你是从军 你是个军人 还有呢 你可能是一个警察 警察的话呢 也可能会收到这种 都会有一点的 相应的这个抵扣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他们 给他们一些补贴 让他们少交税 尽管他们的net income 会比较高 但是的话 你也会给他们 适当的就是 税上 税务上面会给他们 游会一些 这个呢 主要是 特殊的一些 这种行业啊 那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呢 可能 net income 跟tax for income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再看一个这个 就是 就是右边的这个地方 这个refund or balance refund or balanc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每年的话呢 你根据就刚才 我给你提供的那个税表的话呢 你会计算 根据你的那个tax for income 再根据税率的这个 税率 具体的每一档的税率 你就会算出来 应交税 应交税的话呢 在扣减掉 减掉你已经交的税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 如果你发工资的话呢 你都会 工资里面会扣税的 是吧 就包括你 减掉你的 已交的税 再减掉你的 就是能拿到的一些credit 这个credit的话呢 也包括一些 那个no refundable credit 也包括一些refundable credit 减掉的话呢 看它如果是多的话呢 如果还是个证数的话呢 你这样子的话呢 就需要再 把这个差的税呢 补交给政府 但是如果说是你 减掉的话呢 你是一个附属 附属的话呢 那有可能的话 你就会拿到一个balance 就会拿到个refund 就会拿到退税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概念 就是退税跟那个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一些补交税的这个概念 在下面的一个这个概念的话呢 叫这个tax deduction 还有这个tax credit 这两个概念的话 也是大家经常混淆 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的这个 主要的区别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tax deduction呢 它直接是 直接去扣减你的那个 扣减你的这个收入 扣减你的收入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它影响的 影响你的是边界的税率 是你最高的税率的那部分 对吧 最高税率那部分呢 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边界税率达到 四十几了 有的人边界税率可能只有二十 也就是说是 如果一样的这个 deduction的话 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的边界税率 如果是在四十几的那部分的话 那你拿到的这个 拿到就是 就相当于少交的税呢 就会比较多 但如果你边界税率 如果这是二十的话 那你少交的税呢 可能相对少一些 这个是这个tax deduction 这个概念 然后在下面一个这个是 一个那个tax credit 这两个概念的话呢 是完全一样的两个概念 这个tax credit的话呢 就是 就是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就是包括一些 就是比如说 non refundable credit 还有些这个refundable credit 这个 这个non refundable credit呢 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什么 比如说 像我们作为一个税务局民来说的话 每年的话呢 加拿大都给你每个有个 个人的一个就基本的一个免税额 免税额 但是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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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redit它适应的税率是多少呢 是最低的税率 比如说联邦是15 还有那个税呢是5% 然后还有包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呢 可能比如说你低稍微大一点了 那你就会拿到 比如说你65岁以上 你就会再拿到一个这个credit 还有的话呢 包括我们还常见的家里有小孩的 上大学的小孩的小孩的有这个学费 他也是使用是最低的这个税率 是15%的这个税率 还有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donation donation的话呢是不一样 donation有的时候的话呢 比如说看你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 看你这个就是donate的这个额度是有多大 所以它的税率呢是不一样的 但是通仓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个credit都指的是 基本上就是省 就是省的话呢 就是联邦的话就是15 大概省的话呢就是5.05 但这个donation呢比较有点特殊 它的这个credit 算的这个credit based on这个rate是有点变化 有点不一样 还有再包括我们比如说每个人叫eICPP 你都会有credit 所有的这些credit呢都叫non-refundable credi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是如果 说是你营交的税 如果你的credit大于你的这个营交税额 正常期化你是不是应该退税的话呢 是的 但是因为你 因为这叫non-refundable credit 所以说你是没有退税的 所以这部分呢就想到 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税来抵他的话 你这部分想到 就我们可以说浪费了 就同属一点叫这部分的 你这个credit就想到就作废了浪费了 但如果说反过来说的话呢 这个就是这个refundable credit的话呢 这个他呢就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不管说是你 你不应该交税 也可能你营交税的额度是零 营交税额度 你正常情况下的话呢 比如说non-refundable credit的话呢 你就回不来了 因为都浪费掉了 但这个refundable credit的话 即使你营交税的是零 就是也就是说你这部分扣不掉 扣不掉的话呢 他政府怎么做呢 给你退回来 退回来 但这个refundable tax credit呢 相对的来说这个就是 项目比较少 项目比较比较大家经常看 经常那个 收到的一些就是这个 HST credit 就是报税完结束之后的话呢 从那个7月份到第二年6月份 你就会收到一些 比如说低收入 中低收入的家庭 你会收到一些 这个HST的credit 这部分的话呢 这部分就属于refundable credit 还有一个的话呢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忽略到的一点 就是即使是 即使是一些这个 我发现即使是一些 就是比较有 比较 比如说会计师 或者是他经常做报税的人 他都会忽略这点叫 work income tax credit 这个的话呢 你要是拿到这个credit的话呢 因为这个一般是对低收入家庭来拿的 这个的好处就什么 它是refundable 尽管你是低收入家庭 也可能你不需要交税 但是的话 你有这个credit 你可以把现金把它拿回来的 拿回来 但是这个需要去买足的条件 其实我曾经给一些客户吧 比如说他可能有一部分的东西 他就漏掉了 我当初回去会问他 给他何时 何时的话呢 本人会拿回来 即使这个钱的话呢 还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 如果对低收入家庭来说的话呢 他们还是可以 而且还是可观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一个 又有 最近的话呢 新增了一个credit 叫tini credit tini credit的话 这个credit也是refundable credit 也就是说 不管你交没交税 只要说是 你有这个费用发生的话呢 你有这个credit的话呢 你都会现金会把它拿回来的 这个是 这个就是 这一部分 先把这个关掉 这个大概基本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报税 报税的这几个概念 我觉得我都给大家过了一遍 包括你的 Boss Income Net Income 叫Tax Boy Income 这就是最表上三个主要 主要的 Income 再包括就是你的这个 Deduction Deduction 再包括你的这个 Credit Credit包括 Refundable Credit No Refundable Credit 还包括你这个 你这个是 Refund 给这个Ballest Oath 这么算出来的 好吧 这个的话 就给大家过了 我们就再走下面 在下面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Due Date Due Date 的话呢 我觉得 Due Date 大家可能都知道 大家都有个概念 个人税的话呢 就是这个个人税的话呢 就是4月30号 4月30号是个人税 但是的话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对一些 好多人可能也知道 比如说大家是 做那个自雇的人 他们的税的话呢 可以延到6月15号 如果你是其中 有一方式自雇的话呢 你的那个配偶 他的税呢 报税也可以延到6月15号 但是的话 这只是说是 你报税延到6月15号 但是像正常的情况下呢 自雇的人员 他们都其实是 他们都应该需要 交税的了 因为有的人的话呢 他会不 他会不做那个 instormant的话呢 他正常情况到 年底他都要交税的了 但是交税的话呢 你不能延到6月15号 交税的话呢 即使说是 你报税延到6月15号 你还是要进行一些 估计一下 估计一下呢 你大概交多少税的话 你在4月30号呢 你要那个 你要把它交起 交起 而且的话呢 就是最好呢 交的多一点 为什么呢 多退 少补 但是如果 如果说你少补的话呢 你可能会 会有一些这个利息方面 或者会有些罚金 但是如果你多交的话呢 多交一点的话 他到时候再给你退回来 所以说呢 这两个概念 即使对 自雇的人来说 他即使说 他报税的截止日期 可以到6月15号 但是呢 他欠的税的话呢 他仍然必须在4月30号 交起 这个是我们讲这个Due Date 在下面的概念的话呢 就是 我用了一个问句 一个问句的话呢 就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是 是不是必须要报税呢 这个呢 是 这个答案是 不是必须要 不是必须要报税 但并不是说是每个人都是 不是必须要 有的人呢 就必须要报 有的人呢 就是你可报 可报 那我们大家 现在就是 当然对我们 对我们 一般对我们 那个国人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 这个可能 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 大部分人都会报的了 是吧 都会报的了 因为就是 很少看到有人说不报税的 是吧 但是的话呢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 但是还是 有的人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报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必须要报税呢 我大概罗列了几点吧 就是 很快的 很快的就给大家 就是这个 罗列几点 你什么人必须报呢 比如说你要去拿政府的福利 那你肯定必须报 即使说是你 尽管说是你年度的时候 你不需要交税 你可能就是零 你也不交税 你也不退税 但是的话 你要拿政府的福利 那你必须报税 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从通倡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政府的福利主要是指的什么呢 比如说你小孩的牛奶精啊 你的那个HST的那credit啊 还有比如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 比如说他收入很低 会他拿到一个政府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补助啊 还有呢 就是说这些情况的话呢 就是你是必须要报税的 你要如果不报的话呢 那你就拿不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包括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资产储置 大家会尤其是你储置了资产之后 尤其现在的话呢 就是你要做房产储置的话呢 你必须要报税 这是第一点 你要只要有房产储置 你必须要报税 还有个人一些别的一些财产 财产储置的话呢 如果说是你有capital gain 就是说你也有 你有收益的话呢 那你也必须报 为什么呢 你有收益的话 你需要向政府报税 当然比如说我们对于那个自雇的人来讲的话呢 比如像有的人 他就想说我不想报 因为我有自雇收入 但是我的自雇收入的话呢 非常非常低 我可能而且个人的话呢 我也不需要交税 那你 那你这种情况 你也可以不报 比如说像你自雇收入 你要 你要小于3500块钱 你可以不报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小于3500块钱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向政府叫cpp 因为我们cpp的规定就是 对自雇的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需要大于 大于那个3500块钱的部分的话呢 你需要叫cpp 小于3500块钱的话呢 你需要就 可以选择不报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你要有些credit 这credit指的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 比如小孩上大学 上大学的话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credit 如果说是你要是不报 不报这个税的话呢 那你credit的话呢 就拿不到 拿不到的话 你就想到你要做废调吗 其实是很可惜的啊 好吧 还有还有一个呢 就是就是有些 比如说你会有一些这个 投资的一些credit 投资的credit 还有一个 大概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如果你报税或者是不报税 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是不是欠政府的税 如果说是你欠政府的税 那你就必须要去报税 通过申报税 把这个税交掉来平掉 如果说是你可以不接政府的税的话呢 那你可以选择不报 对吧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的话呢 尽管这样说 但是我们一个大家有个基本常识要知道 你报税的话呢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是吧 而且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东西 你会需要这个报税的这个资料 报税的这个assessment notice assessment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啊 你要进行一些mortgage renew啊 这些都要用的了 对吧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涉及到个人的credit要接款呀 你也会需要这个个人的一些税务提放 这个大概讲下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给大家有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在下面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下面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通超报税的时候的话呢 尤其是现在大家 基本上都是做这个e-file e-file的话呢 也就不涉及到基本上就是我报了税 也就是一个税表直接报出去 你的原始的资料的话呢 你是不需要交给税务局的 你个人保存 保存的话 但是的话呢 尽管你不需要交给税务局 你20年的税务局的税务局的原因 那 когда do you observe 保存六年什么概念 比如从科卫就是你2015年的 所有的这些原始的资料 你都要留下就要 1516171819 2096年的这个资料 你都要留下来 不能销毁 以防政府会被查你 比如说他哪天要找到你什么东西之后 你需要有那些原始的资料 都要能随时能拿出来 但如果说是2014年以前的 你就可以全部把它销毁了 你就不需要保留 其实以后 如果说很少的这种情况会发生 他会追溯你六年以前的 追溯到你六年以前的 一定是你 可能是会有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发生 重大的事情发生的话 就是你也是保留六年就OK了 好吧 这是这个 就是你的税务资料的保留 在下面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tax plan 因为的话 因为我接触的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一些客户 因为我接触下来 我认为大家对这个tax plan 没有什么概念 大家都会想着说 报税报税了没有 就是我把税报完就行了 但是其实的话 这个tax plan的话 就是你报税的时候的话 报税的时候 或者是你考虑你资产 考虑你很多家庭的分配的时候的话 都是应该考虑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tax plan的话 它直接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家庭 如果你考虑比较周全的话呢 比如说你把这个事情都考虑 考虑比较周全的话呢 它一个直接的 它可能给你省税 这是省税 第二个呢 又省税又延税 还有呢 有可能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就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 就是家庭的这个收入分配 家庭的 比如说你大家这个人 我们可能有business 可能有些特殊项 可以进行一些收入的一些分配 这样子的话呢 把你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税收呢 处在这个最优化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个 我们就是最优化的状态 值得什么呢 比如说 还是最终到底来说的话呢 就是一个少交税 或者呢 我可以晚交税 晚交税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 现在的话 我可以拿来这个钱 我可以用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我将来的时候呢 再交税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当然就这个tax plan的话呢 就是 就是需要考虑到你家庭里每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说像你要你的会计师给你做tax plan的话呢 他必须对你家里面的这个 第一个呢 他必须给你家里面这个tax 对你家里面这个个人的每个人的情况都基本比较了解 比如说你的资产状况 你收入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资产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吧 还有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必须这个会计师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 好的一些这个就是 这个税务上的一些这种 这种知识结构 它会能带你合理的去应用这个税务上的一些 这些规则来帮你来进行去 合理的去省税啊 或者是掩税 这个这么一个目的啊 好 这个在下面一个概念的话呢 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这个tax review 跟这个ordid tax review的话呢 就是 tax review audit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话呢 可能会 一般会收到的是这个tax review 一般会收tax audit的话呢 除非说是你有些 他可能认为你 你的确确会有些 会有些隐瞒呀 或者是虚报呀 没有真实报啊 或者是汇报错误啊 他会跟你做一些tax audit tax review的话 这个那我现在的话呢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就是这个 比如说CRE 它是就税务局 它是怎么来进行 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处理的 是吧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 税务局的话呢 它就是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这个税务的系统 税务的系统 它这个税务系统的 基本的功能的话呢 基本的功能 它这个软件的基本功能的话呢 它就会做一些交叉的一些验证 就是Cross Reference 交叉的一些验证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税务局的话呢 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比如说大家会知道 比如说你要有公司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说 你公司申报的 比如说工资 也是你公司的话呢 比如说你要发给员工工资 你要向税务局申报的 然后同时个人的话呢 拿到这个工资的话呢 个人也需要向税务局申报 这样的就是 同一个东西 有两个渠道 对税务局进行申报 是不是 对 还有包括你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 比如说存款啊 一些投资的收益啊 银行的话呢 他们其实也会给税务局申报的 所以说你还没有报你税之前 银行其实已经有这方面的税务的 已经有这方面的信息了 所以说他银行的话呢 他就会 税务局的话呢 他就会通过这个软件的话呢 他就会给你进行一些数据的处理 这个数据的处理呢 主要是进行一些数据的对比啊 核对啊 看看你这个数据是不是对的 就是大部分人的话呢 可能就是 因为我碰到的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 碰到的情况都是 比如说你自己的话呢 报的报错了 报错了 跟税务局的信息呢 不一样 这个其实还不是碰到 少数的一些人 因为有的人弟子过来 找我的时候的话呢 说税务局给他一封信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就找到我 他说这个怎么处理 完了你会发现什么 其实有人给他们报税的时候的话呢 报错了 报错了 也就是说什么 可能有的是 比如说像你这个 假如说你的收入少报了 收入少报了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交的税少了 交的税少了 税务局肯定要来找你的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你的那个 你的就是 这个呢 主要是 主要是有这个收入方面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方面 也可能会经常出错的 出错的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底扣的税 我就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吧 就是有一个客户呢 就是 某一年 我是大概有一年呢 就开始帮他报税 报税的话呢 他呢 可能就认为 他前面的那个税呢 不太对劲 因为他前面找别人报的 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帮我看一下 前面的那个税 可不可以啊 然后后来我说 那你把你前面的税呢 把你的那个T表啊 别人给你报税的 那个简单的东西 你给我拿过来 我看一下 但是其实 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状况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有两个T表 两个T表的话呢 那我就发现 发现什么呢 其实的话呢 他是大概一千多块钱的税呢 他是交了 交给税务局了 但是报税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一千多块钱的税呢 就没有体现出来 媒体 其实税务局是有这个资料的 但是的话呢 税务局不管你啊 如果说是你欠我的税的话呢 那我要找你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比如说你个人欠我税务局的税 那我必须要找你的 我会找 找出原因来 我就会找你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说是因为你个人的疏忽 你个人没报对 然后反过来说 税务局欠你的这些东西 你个人就 就没有申报这个东西 那我就不会管你 是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有意识 不是说是税务局碰到任何的错误 他都会给你纠正的 不是这么回事 税务局的原则就是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欠他的 你欠他的了 他肯定会找你 但如果说是他欠你的话呢 你要是不管他要的话呢 他也不管你的 所以说当初当初就是这个 这个人呢 就是我这个客户的话呢 他给我看了大概就是 他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有两张替表 非常他的税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我很快看 其实就是就是三分钟吧 给他看一下 哎呦我觉得 我觉得好不对劲 好像少报了一个数字 因为你的那个税已经交了 但是你正贴 但是你报税的时候 没有反映出来 这样税务局呢 就没给你退回来 然后后来 但是很快就给他做了一个 这个justment 给他做了一个调整 做个调整的话呢 他一千多块钱也就回来了 因为一做了调整 因为税务局有这个记录的 他没有说任何的东西 他立马就退给你了 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经常的话呢 就是经常的话呢 就是我会碰到一些人 有这么个概念 他就觉得说 我退了税了 我就很开心了 但是的话他不会管你说 比如说我应该退的税是多少 也可能呢就是 也可能呢就是你报错了 给你退回一千块钱来 但如果你报正确的话呢 你退回来这是三千块钱 叔叔你不要以为说 你给你退回一千块钱来 你高兴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这个过程中 税务局已经拿了你两千块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个人没有申报对 没有申报对的 税务局也不会管你了 叔叔 这个概念 刘姐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加快一下这个速度 好的好的 行行行 好的谢谢 明白明白 对我讲的可能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个人税申报这块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稍对熟悉 因为大部分在这边的人都会继续去报税 就像你刚刚分享的 报税有很多的这个利处 就是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也需要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出示这个NLA notice assessment 所以大家我相信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是有的 如果之后有些别的问题我们可以在question and answer那方面可以提出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讲一下跟出租 跟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一些申报 我明白 那我很快再解答 因为这个也是我平常碰到的一些那个 一些tax audit 很快给大家过一下好吧 过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你 如果说你万一不幸碰到那个碰到那个税务局要审计你了 审计你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做呢 应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你应该很明确那个税务局到底是想干什么 明确它的意图 因为如果只有你明确它的意图的话 你才能很好的去准备资料 而且你准备的资料的话呢会比较简单明了 这是第一个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准备 同时的话呢你也不会呢 就是因为个人比如说像这个准备的资料 准备资料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的话 他会再进行对你进行进一步的去检查是吧 而且的话呢就是再包括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税务局的人呢 他们一般什么一般什么概念 如果说是你思路非常非常清楚 你给他提供的东西正好是他想要的东西 或者有时候呢他不是特别明确他想要什么 你可以进行给他进行引导 给他你会猜测他想要什么的 可能猜测他是往这方面 因为什么呢你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的这种这种资料 你只有自己清楚 税务局是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东西的 就是说你呢从另外一个情况也会 这个引导税务局 比如说我给你这个资料是不是就够了呢 就是说我总整个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简单明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思路清楚 清除税务局的这个意图 好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准备的时间越长 你这个这个资料乱七八准备的越多的话呢 越花时间多的话呢 就是可能被插出来的问题越大 而且的话呢就是被 而且你涉及到的东西 它慢慢慢慢的可能 就是你又从这个绕到那个地方去了 可能这个范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话呢 如果他在你上面花的时间越多的话呢 如果税务局的人花的时间越多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越想找出你的问题来 这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经验吧 当然就是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个人就是 就是这个审计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经验吧 但是就是我现在不跟大家分享了好吧 有些比较好的案例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 对实现的问题 对我对之后我们可以再 有朋友有如果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再联系你来来咨询吧 那我大家我们现在就就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房子这部分来 房子这部分来的话呢 因为的话呢就是 这个自住房这个是 这个是比如说我们房子上面 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 自住房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 我们指的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是包括谁呢 包括你还有你的配偶 还有你小18岁的小于 就是18岁的孩子 一个家庭的话呢 只能享受一套自住房 只能享受一套自住房 而且的话呢这个自住房的话呢 比如说你将来要进行出售的话呢 它真只是免税的 真只是免税的 享受这么一个待遇 说这个自住房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明确的话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话呢 就是大概列了就是这个 三条四条吧 三条四条这个自住房 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你这个自住房的这个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房子 作为你自住房的话呢 那它的目的着实为了什么呢 自住房目的着实为了居住 为了居住不是说是你 可能就是你就是每年过来 show up过来一两次 不是这个概念 它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在这里的 这是构产第一个是 作为自住房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你个人必须 拥有这个自住房 当然这个你可以个人单独拥有 也可以比如说 联名拥有 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啊 两个人一起拥有这个自住房 这个都是可以的 还有的话呢 还有第三个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一些 跟你有关联的一些人 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个自住房 有可能比如说你不住在这 但是你跟你有关联的人住在这就可以的 比如跟你有关联的人是谁呢 比如说这个还包括你自己 你的配偶 还包括你的比如说还有包括前任 还有这个孩子 嗯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这个比如说你像有的人讲说 我住多长时间呢 这个没有明确的限制 多长时间 但是呢 定有一年有一定的时间 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那你才能构成是你自住房的一个 一个一个条件 不能说是我 可能既把没住在这 这不是自住房 还有这个第四个的话呢 这个自住房的话 你需要去指认自住房 指认自住房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有几套房子 比如说或者就是我有几套房子 我要指认是我去告税务 去说哎这个很明确的讲说 这个是我的自住房 那个不是我的自住房 或者呢就是 或者比如说因为现在的话呢 大家以前的话呢 这个自住房不是 就是比如说交易的时候 比方说你卖自住房 不涉及到这个报税的东西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你任何的这个 不管自住房出租房 要是你如果要是卖的话呢 你要处理的话呢 都必须要报税 报税的话呢 报税的过程呢 你也必须要指 尤其是你有一套房 你指定说 我这个我今年处理了一个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话呢 是我的自住房 我申请享受这个自住房的 这种就是capital gate 这个exemption 这么一个概念 好 就这个是自住房的一个概念 好了 在下面一个概念的话 就是这个也大家会碰到的一些 这个自住房出租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来的话呢 因为大家知道说 是个有可能的话呢 因为出租影响你的自住房的这种 自住房的这个免税的这个国家给 就是这个政府给的这个免税的 这个capital gate的这个免税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要是出租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就自住房的部分出租 一定要注意下面这三点 第一点来说的话呢 就是除了你要满足前面的几个条件 比如说你要有部分要分租的话 你一定要满足自己分租的部分 你一定要满足这几个条件 第二 第一个呢 就是出租的这个比例 他呢 没有人讲过说这个比例到底要多大 这个没法讲的 但是的话呢 他在那个CRA的解释上呢 他会他讲的相对的要小 相对的小小 也就是说什么 你出租面积的 比你这个自住房的整个的面积的话呢 相对的比例要小 但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你说是49跟51 这个49就算小吗 相对的小吗 有的人是这样理解的 但有的人的话 他就会理解相对小是什么 我可能是百分之 是一个quarter 百分之二十五 可能是百分之三十 这才能算小 所以说呢 就这个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 但是目前呢 目前呢 我接触到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 当然就是正常情况 比如说像你和大家一般出租的话 自住房出租 可能就是个basement basement出租的话呢 可能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吧 或者三二分之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再多了 比如说你要是 到了49 到了一半呢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也可能 如果我只能这样说 如果说你这个比例越高的话呢 出租的比例越高的话呢 可能他过来找你的 这个分析就会越大 我目前只能这样说 所以这个比例呢 没法给大家进行一个恒定 但是说 但是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你要是出租房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 我会不会以为这个 出租影响了我这个 自租房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用途的就改变了呢 你需要去考虑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结构的改造 结构的改造 其实话说回来 他有时候呢 虽然他是不知道这个信息的 但是的话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一方外语 就是他会能找到你 比如说我们讲的 什么叫结构的改造呢 比如说你要会加门啊 或者为了就是出租 因为原来是这个房子 不适合出租的 对吧 不适合出租 为了出租 我可能会加门 进行比较大的改造 又加门 加楼梯 整个结构的就发生了变化了 因为出租的需要 这样子的话呢 他税务局有可能认定 说是你这个出租的这部分 他已经变成了 Business用了 他已经不是算 你的自租房的一部分 他有可能会把你这部分呢 到时候给剔除出来 从那个自租房里 给剔除出来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正常情况下呢 可能进行一些改造 估计可能税务局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但大家还是要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你都会想 想到将来的后果 后果是有可能会 我会有什么 我最大的分析 我这样做了 我分析在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这个CCA CCA的也可能 大家会知道这个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 通常讲的一个 这个折旧的问题 折旧就是 这是税务 税务的折旧 跟那个我们 通常意义上 折旧还不一样 就是如果说是你是自住房的 自住房的话 你是不可以折旧 尽管说是你一部分 一部分出租的这部分 你也要不要提折旧 你要提了折旧的话呢 也就把自住房的这个性质就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这个呢 也一定要注意 下面 下面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我列了一些 这个出租方 常见的一些费用 但是呢 我们这个费用呢 不仅仅限于这个费用 但有可能有的人 还会涉及到一些工资啊 涉及到一些那个 Long Interest 对 涉及到一些工资 比如说有可能 我很多很多房子 专门有个人帮我管理 我需要给别人发工资啊 买七八糟的 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费用会比这个多 但是我只是 罗列了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正常的家庭 可能呢 就是说是 可能一套两套出租房 你也涉及到那么多的 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 一般的话 这个就是些主要的费用啊 但是 但是这个费用呢 鉴定的范围的话呢 怎么鉴定 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说 哎那我 我这个费可以报吗 那个费可以报吗 但是就是 说一说 我们我们怎么鉴定 就是你这个费 这个这个费 费用是可不可以 就是 领你的收入的话呢 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 你发生的这个费用 是不是 直接 给你的这个 为了出租房的这个收入 有关系 是不是跟出租房的这个收入 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当然你就不可以做费用了 如果有关系的话呢 哎那你 那你在想 那可能就是费用了 是吧 这么个 必须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第二个概念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 尤其是自租房出租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地比例的出租 一地比例的出租的话呢 所以说你的费用呢 像我们这个利息啊 都是一个账单过来的 保险也是一个账单过来的 地税也是一个账单过来的 这种状况怎么呢 我们要进行分摊 分摊怎么分摊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房屋面积 出租面积的比例来进行分摊 比如说 你出租的面积比例三分之一 OK那你就三分之一的这个 这个利息呢 你进行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利息的话呢 你去把它打到这个费用里面去 那你保险的话 也真的三分之一 地税的话 相对来说也是三分之一 对吧 如果碰到一些townhouse 比如它有些物业管理费的话 那你 当然也是三分之一了 对吧 就是包括水电器费了 那你也是三分之一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个分配了 但是有的费用呢 可能是不是需要分配 比如说像这个维护费用 我可能这部分的维护费用 只是为了这个出租房 我进行这些维护 那我可能是百分之百 是吧 当然如果说是 你要是整栋出租的话呢 就不存在 不存在这个分配的费用 分配的问题了 好吧 这个可能 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比较 应该出租房也都比较熟吧 我过一下 在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就是这个 投资房子这个税务考虑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就是你 假如说你要进行一个投资的话呢 你可能会考虑 尤其像这个房子 房子的话呢 它会可能会有 可能会将来会有两部分的 一个呢 就是你房租的收入 一个呢 就是你资本 资本真实的这个收入 说说的话呢 我们要买房子之前的话呢 我们要考虑 我们可能会存在的 我们 那我们需要达到 我们的个人的目的是 为了干嘛 我是为了赚取这个房租的收入 完了还是 为了用我的房租收入 来 来来抵 那个mortgage来抵这个费用 还是为了说是将来的资本资产增值 说说呢 这个的话 你要进行一些核算 进行一些计算 完了呢 你当然也要进行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预测 是吧 还有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话呢 你也要会想 比如说我将来的话呢 这个房产处置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过程的话 都会涉及到 比如说 像这个 所有的这个 无论是房租的收入 还有资产增值的这个收入 都会放到个人头上 放到个人头上来说的话呢 大家就会有个 最后你都要通过个人收入来报税的了 通过个人收入报税的话呢 就刚才我为什么 给大家那个税率的概念呢 税率的概念 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收入很高的人 收入很高 其实你交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税率 或者是 基本上接近于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税率 那你如果说是你这个 你在进行这个 房子上面的这个收入 收益也很高 为什么像有的人的话 我曾经碰到有的人 他把那个Mogget都付掉了 Mogget都付掉 基本上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Mogget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房租的净收入 其实是很高的 房租的净收入很高的话呢 就是这部分啊 是不是基本上大概是 百分之四十 或者是至少是三分之一 是不是都交了税了呢 那你认为划不划算呢 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都 比如说 做投资的事情的话 你要都要进行一些考 都要进行一些 比如说深入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 比如说你想要进行这个 投资了 那我们家里应该是 怎么样的安排呢 比如说家里有这么多 应该怎么样的去安排的话呢 可能更合适呢 怎么样安排的话呢 从长远的来讲的话呢 可能是对我们家庭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对我们家庭里 这个长远来说 对我们家庭这个现金 有增值是有好处的呢 所以说 那通常的时候的话 比如说像有的人呢 他会把比如说 那我所有的这个买的房子 我会都放到一个 没有收入的一房的头上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丈夫 收入很高很高 太太呢没工作 他就会说 我把这个房子的话呢 我买个房子 却放在太太头上 因为他包税 他税率会比较低 这个呢 当然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了 但是的话呢 你也要知道 税务上呢 也会有一个分解 什么分解呢 叫归属原则 我们在税务上 有个原则 归属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 尽管说是你把这个 Title 房子 Title放在太太名下了 但是这个钱呢 不是他挣的钱呀 这个钱是谁挣的钱呢 先生挣的钱 先生挣的钱 也就说什么意思呢 你最后这个归属原则 就是什么 最后的收入 还要归到先生的头上来 归到先生头上 一旦税务去找到你的话呢 归到先生头上来的话 那可能他 因为他的收入比较高了嘛 他可能一半左右都交了税了 所以说 像这些 当然就是我们也会有些 处理的方式了 处理的方式来避免 这方面的分线了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我就不多给大家 我想补充一点啊 在这个投资房这个税方面 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 有可能 有的人 他这个投资房 可能就是没有贷款 所以他的收入 就是这个现金流就比较高 那加上他的这个收入里面 他这个税接就比较高 那所以就是在做这个 这个房产投资规划的时候呢 我都是建议客人 就是让你的投资房的 这个贷款越多越好 因为你投资房的贷款的话 你的这个利息是可以抵收入的嘛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贷款 投资房是没有贷款的情况下的话 因为我们在刚刚看到 这个底收入的部分 Expense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底的最多的 其实就是利息 其实就是地税这块 所以啊 这个如果投资房的贷款 额度小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 重新加安 就是所谓的Refinance 让你的投资房的贷款呢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一个能够承受的范围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在这税务上是有优势的 然后呢 就是甚至可以把这个投资房 带出来这个钱呢 可以还自住房 因为自住房的利息 是不能抵税的嘛 所以这是我想补充一点 在买投资房的时候 需要做一些规划 怎么样在税务 跟税务结合的 这样相应的一个规划 然后第二点 刚刚具体讲到 就是说如果夫妻联名买房 一方收入比较低 其实如果只是 让一方去这个房子的title 只剩一方的title 就是这个女方没有工作 比如收入比较低 上title呢 听起来是很好 但实际操作是有些困难的 因为如果女方收入比较低 房子放她名下的话呢 贷款很有可能会不能通过 所以这个时候 也需要做一些规划 怎么样同时上title的同时呢 夫妻双方的这个 就是这个出租房的这个分配 可以到时候再好好 跟会计师做一些规划 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的两点 对那个 那个刚才有用 我需要给你补充一下 你刚才讲的refinance是吧 比如像我这个出租房 我比如说原来是 带了一个20万对不对 比如说像现在的话呢 我这个房子 当然增值了 我给多带出来了 我现在又带了个 带到50万了 都是不是说这个50万 我都能抵税呢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对原则上 就是说原则上在税方面 如果你的这个30 加的那个30万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的30万再去做投资的话 是可以的 对30万再做投资 你比如说你30万再买个房子的话呢 你放到另外一个房子上面了 对不对 对对 这个市场 对于这个房子来说的话呢 他就是可能未来的话 他会越来越少的 对不对 他有20万可能会变到 变到19万变到18万 对不对 因为他肯定要 每年还需要付一些咖啡桶 对不对 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就是第二个概念 你刚才讲的这个title的东西 就是title的东西 比如说低收入上面 但是呢 我刚才特意加了一个这个归属原则 归属原则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不太熟 这个归属的原则 归属原则它的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这个归属原则指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尽管你把title放在这个低收入头上 假 就是我们这假定钱 他那个贷款都下来了 对不对 贷款就下来也没问题了 就是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贷款都下来 你放在这个低收入的头上来 那呢 你将来会有个分解 会有个分解就是什么 税务局会问你 税务局会觉得 你要这个 你这个是符合归属原则 归属原则最多呢 目标是干什么呢 你这个收益的 还要报在高收入的一方 为什么呢 这个钱是从高收入来的 对不对 不是收益属来的 所以说 像这些 像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 也可能的话 比如说大家 拉给税务局可能没找你 但是这个 的的确确它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对不对 潜在的风险的话呢 就是 如果有一天的话呢 如果它找到你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一点点钱的 因为你知道什么呢 例外 一方是很高收入的一方 它的 它的税界是非常非常 它的那个 毕业界税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一下加起来的话呢 你连你的发款 连你的利息 那是不得了的钱 对不对 就是说 像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谨慎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四千的时候 尤其是像你这个 投资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影响比较大的时候的话呢 一下子到时候 出来那么多发迹 有可能你现金溜溜不行了 都顶不过来了 对不对 会对家庭造成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有的东西是可以事先进行一些规划 进行一些处理的话呢 对 也可能它就会避免一些东西 这是我想要强调的东西 好吧 我们不是说是 不是说是 就是逛说 哎 我这样做了就合适了 这样做 你可能短暂的看起来合适 长期的来说 它有风险在里面 我们不得不考虑风险 税务风险 这个风险是大家必须考虑的 尤其是像你资产 越来越大的时候 越来越大的时候的话 这个可能涉及到的 数额会比较多 但是你资产小的时候呢 对一些一般的一个家庭来说 如果这个情况来的时候呢 对你家庭可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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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个经济上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不是说是 他过来找你 或者是没找你 你要考虑你的风险在哪里 你的底线在哪里 对不对 我这样做将来会有什么样的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会过来 过来 我是不是提前考虑到这个因素了呢 这个是我想 我想说的一部分 好吧 好的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这部分 好吧 我们看下面 对这个 就是下面部分 就是这个 方采用途的变更 方采用途的变更的话呢 就是我们 可能我们就讲的 常见的两个吧 就是这个自助变出租 出租变自助 是吧 当然我们 原则上的话呢 就是 你要做这个 资产要做变更的话呢 你要做税务处理的 做税务处理 比如说就相当于 你这个自助变出租 尽管说你现在的话呢 你没有卖房子 对不对 你还是拥有这个房子的 但它的性质变了 房子的用途变了 房子的使用变了 它性质完全变掉之后的话呢 这种情况呢 你需要税务上做处理的 做处理的话呢 我们叫那个 Deemed Disposition 这个呢 我们大概就 同时就讲 应该叫是 叫是那个 适同出售 适同出售 但其实你是没有出售 但是适同出售 所以说 就是这部分呢 你需要进行申报 需要进行去申报的 自助变出租 需要进行申报 因为什么你自助期间的话呢 你这capital gain 是可以免的 对不对 免税的 是完完全全免税 但是变成出租的话呢 它性质完全变到了 capital gain 你需要交税的了 说说呢 这个呢 第一个呢 要明确就是 你在哪个时间点变的 哪个时间点变的 这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明确 哪个时间点变的 完了你报税的时候的话呢 一定要这个体现在上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尽管说 是你没有真实的出售 那你说我这个价格 是怎么来界定的呢 价格的话呢 它简单的讲 就是市场价 但市场价呢 不是说是 你自己说了算 市场价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个市场的 合理的一个评估价 评估价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可能 二年专门有这个评估公司做 公司做呢 我觉得可能是 应该是比较贵吧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的话呢 现在慢慢慢慢的开始的话呢 税务局也认 就是一些那个 房产经济做的一些评估 他也认 他也认 但是的话呢 但是做的这个评估的话呢 不能是 非常非常简单的评估 一定是要 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市场调查 市场分析 进行一些比对 你需要做一些 做一些这些方面的 进出来的一个价格 那你才能真正的 利用这个价格来 进行这个用途的转变 好吧 所以这个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 但最好的话呢 我觉得你找这个 外面的评估师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评估师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他们呢 相当于来说的话 他们是站在第三方 他们是不平不谈的 就是这么一个 第三方的角度来做的 而且就是没有问题的 完了如果说 经济座的话呢 我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有什么大的风险吧 但是也可能的话呢 有可能经济座的话呢 跟你比如说 做的偏高一点 比如说因为 大家有些关系 做的偏高一点 可能会有一点点 风险在里面吧 而且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这个可能也不是 职业的一些要求 因为他要进行一些 很多一些分析对比 进行分析对比 最后才能会出来 这么一个价格的东西 是吧 这是第一点讲的 第二点讲的话 就是你要是如果 一旦这个价格出来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这个 你由自主变出租的话 就变成出租房的 这个买入价 就也就说你出租房的 这个成本价 就说某一天 比如说我是从2020年 1月1号开始 我这个房子 由自主变出租 那就是这一天 然后我的这个价格 房子的这个成本价 就是现在市场 评估的这个价格 好吧 这是两点需要注意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还有第三个的话呢 也有些特殊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你还 尽管说是你这个自主房 变成出租房了 但是你还可以保留 他这个自主的一些 这个自主的一些权利 自主的权利是什么意思的 你还可以继续享受 这个 享受这个capital gate exemption 还继续享受 自主房的这个 就是这个免增值税的 这个这个政策 这个的一般的时候 是到几年到四年 一般到四年 到四年 当然这个需要满足 一定的条件 满足一定的条件 就是大家才可以 才可以这样操作 当然有的 有的情况下呢 你也可以到四年以上 就是尽管说是我这个房子 由自租变成出租 我已经四年以上了 我还可以继续保留 他的这个房子的身份 它是一个我的自主房 它还是享受这个 资本增值的免税 它有可能四年到四年以上 但这个的话呢 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通常用的 就是452 452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税务上 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你直接就具体讲了 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下面呢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出租变自主 出租变自主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出租期间的话呢 你这个资本增值 是不享受这个 不享受这个免税政策的 是吧 不享受这个免税政策的 出租期间呢 你资本增值 你需要去交税的 需要去交税 到自助 这个的话呢 你也是变的那一天 你也需要进行 你也需要进行 这个进行资产的一些评估 资产的评估的话 你评出市场价来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评出市场价格来 当然就是这个 你资本增值呢 大概就有数了是多少 当然这个的话呢 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做这个453 453的话呢 这个也可以就是 进行一些这个delay delay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本来比如说你这个 出租房子变自助了 你应该把这个capital给交了 那你用这个453的话呢 你可以delay一下 你不需要现在交 因为你现在房子 真正还没有变现嘛 你还没有卖掉它 你没有卖掉它的时候的话 你这时候就要capital给 估计可能你手上钱啊 它会考虑到你手上钱的问题 它你可以进行 进行做这个453的一些election呢 可以delay你的这个 delay你的capital给 就是可以晚一点 晚一点交税啊 这个不是说免税 可以晚一点交税 就出租的这个年份的 这个可以晚一点交税啊 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完了就是 这下面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HST的 大概讲一下这个HST的 这个HST的 这个主要是针对新房来讲的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新房 当然还有些条件 比如说你要是 重新做一些房子的renovation啊 也符合一些条件 那个的话呢 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做的 或者是你 你买了一个房子的话呢 你把它推到了 充建了 充建了一个房子 这个的话呢 也涉及到这个HST rebate 那个呢 我们就先不讲了 我们就暂时的假定说是 你是从那个建筑商那边 买的一个房子 买的或者是那个 或者是这个 我们像一般的detached的 或者是楼花也好 都行 就像那从建筑上那边 买的一个新的房子 这个的话呢 就是 买的这个都 买的房子的话 大家都可以享受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rebit rebit的话呢 这是你的部分的 叫的HST的refund 因为你要知道HST的话呢 是13% 是金额很高很高的 比如说你100万的房子的话呢 其实里面的话呢 就是100万的房子 是有13万的这个税 税在里面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你能拿回来的退税的话 这是其中的 很少的一部分 而且呢 这部分的话 它是有个最高限额的 就不是说是你按照 房子的比例来拿的 它是有最高限 最高限额的话 你就说是 6300加上一个 那个2400 一个是联邦的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那个省政府的 是吧 这是 这是一个 这个新房子退税 新房子退税呢 新房子呢 有可能你是自住 有可能你是出租 是吧 你自住的话呢 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 才能拿回这个退税来 你出租的话呢 你也需要满足 一系列的条件 你才能拿回这个退税来 好吧 这个就是 一系列的 这个条件的话 主要就是什么呢 你要是自住的话呢 必须是住在里面 必须是 有完完全全的证据 证明你住在里面的 但是你出租的话呢 主要的证据也是说 你要是这个房子的 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出租 我是拿这个出租的来 名义来申请这个 这个HTREBATE的话呢 那你必须要有住客 在那里 比如说第一任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 必须是住客 你必须要有正式的合同 要求这个 还要求这个合同呢 是一年 或者是一年以上 是吧 这都有满足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条件 有几个条件需要满足 但是主要的条件 就是你自住房呢 你必须自己住进去住 自己住进去住的话 OK 那你需要给他 出示一些证明 证明你是住在里面了 出租房的话呢 那你必须有住客 那你需要也给他 提供一些证明 证明是OK 我的的确确有住客 住进来了 而且我的确收到钱了 好吗 当然还有些 很细节的东西 对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 距离 就是刚刚也有个朋友 在chart中里面 有问到 就是first time first home buyer 有没有退税政策 和新房 HST退税 有啥区别 这个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话 主要的是 这个benefit 是在这个 在叫房子交接的时候 这个土地转让税上 作为一个首次买房子 是有优惠的 那跟这个新房 和是没有关系的 是在土地转让税上 是有些优惠 那刚刚具体讲到 这个新房自住 和新房出租 如果说是自住的话 这个HST rebate 这个政府 其实就直接打给 这个builder了 所以作为买家的话 其实你是不经手 这个退税的钱的 那如果说是出租的话 如果在出租时候的话 你在做交接时候 其实你要作为买家 需要提前 把这个HST交给政府 然后之后 然后之后再去申请 这个HST rebate 自己要去申请退回来 那这个呢 就因为我自己家人 有被调的 被就是CRA给调查过 audit过 就让我们提供 就是这个房子 是自住 新房自住的证据 他让我们提供 三个 三个piece of ID 就是说 你来证明 这个房子 是你的自住房 所以我们当时 要提供家人的 这个driver's license 就别的信件 就要提供给他 所以我们确实是被 audit过 所以作为这个 我一直建议客人 如果说是出租 就真的按照出租程序来走 如果是自住 就按照自住程序走 因为如果被 audit 的话是蛮复杂的 而且这个出租时候呢 刚刚具体讲了 只要你提供一个 一年的合同的租约 证明这个房子 真的是出租的话 是符合这个 HCB的这个要求的 这就是我想要补充的 刚刚有人问到说 那我先等 我再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补充一下 好的 我们这里讲的 这个新房自住啊 这个可能是你的 第二套自住 我们不是跟前面讲的 那个principle 那个residence 还是概念有点不一样 那概念有点不 大家注意 这上面的自住的话 跟那个概念有点 那个的话呢 指着说 你想说政府的免税呢 一家只能有一套 这个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你 比如说 假如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相当于比如说 我们住在Guerf 你有个孩子啊 比如说在 在那个多大上学 那你有可能买给他的 买给他的一个房子 但是买给他的一个 买给他住的一个房子 买给他的房子 住的房子的话 这个不是他的 他的principle resident 但是呢 也可以作为他自住 就是我家庭收入这个房 也可以作为他自住 这种我们讲的 这个自住的话呢 总是这个概念 当然如果说是 你要是买的这个房子 的话 是作为你 principle resident 一般的时候的话呢 比如说你去交接的时候的话呢 比如说到那个 你买房子的时候 无论你是买房子的时候 还无论你去交接的 close的时候的话呢 builder有可能也 builder也会问你 还有呢 就是这个律师也会问你 你买的这个房子 是不是principle resident principle resident 一般的时候的话呢 他们的话呢 就是卖房子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builder一般去claim 因为这个claim很简单 对吧 因为你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也很简单 他一般的话 都是builder去claim 但是如果说是 你买这个属于自住 但是你不是说是 讲的那个principle resident 是你的第二套 就相当于是 你买了个condo 给孩子用的这种情况 一般的时候 builder可能不太愿意帮你 去做这个退税的东西 当然这也是 这也取决于builder 一般都说你自己去做的了 好吧 这是一个大概 一个概念的区别 谢谢 关于这个 就对关于这边 有正好有个问题 我们就 因为正好是这个有关 我们就回答吧 有个朋友Frank 问到就是说 新房之一年之内 出租安省的 两万四千块 已经退回 联邦的这个 三万三千 六千三百块 是不是单独申请前的退回 他是一起申请的 一起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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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都拿回来了 好的 我们可以继续 谢谢 那我那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 我师姐留点 有点些留给 留给那个悠悠吧 好吧 我觉得我就很快 急急忙忙的 我觉得我自己 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们我相信 还有些问题 就是我可以留到之后 等我这部分讲完以后 我们会留点时间 再回答这个 插入里面 我一直有在看 一些问题 然后之后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打开麦克风 也可以回答 好吧 对稍等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这里可以看到吗 现在看到了 看到了 谢谢 对就是刚刚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也有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叫黄悠悠 是一名全职地产经济 这上面的是有 这个我的名片 和我的一些联系的信息 我放了几张照片 是我这个最近卖的一些 这个两套房子 这个照片了 那我想跟大家先 加上大家十秒钟时间 做一个这个video的 自我介绍 所以这个是我十秒的自我介绍 那刚刚我就想补充一几点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房东 就是在起初的时候 在整理这个出租房费用的时候 也是觉得 每次要报税时候 都觉得好像手忙脚乱了 就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都记不住 后来我跟我老公就 不得不自己 就是琢磨出一些 比较实际的一些 就是怎么样 keep track我们的receipts 以至于到报税时候 不会手忙脚乱 所以我其实很简单 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一套系统吧 就我们会把我们的出租房 就是按照这个出租房地址 就是做一个excel表格 那么根据每月份 1月到12月份呢 把这个rent keep track 就是每个月收到租金 因为特别是 如果你中间有租客的 这个更改的话呢 可能每个月租金不一样 时间长的话 可能容易忘记啊 就每个月都会放进去 这个月收到租金是多少 总租金是多少 那这个expenses 也就是刚刚Judy 在PowerPoint里面有分享 就是这个可以claim的 一些expenses 就是就都是这些categories 比如说你广告费啊 你的这个出租房的 这个保险啊 还有你的interest 和bank charge 还有office expense 和professional fees 包括你请会计师 帮你报税 这些费用都是可以deduct的 还有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fees repair和maintenance 还有如果你要是付工资的话 是个salary wages 还有property tax 就所谓地税 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个出租房 需要一些travel的费用啊 或者utility 一些modal vehicle 就是你要是这个 自己的这个车子 就是比如说milege 可以claim 还有一些别的费用 那如果有出租房的朋友 我相信都知道啊 这个大部分的费用的话 都是在这个银行的这个interest 是像大头 可能是number one吧 然后再下来就是 property tax 那其实这两个是比较容易truck的 因为刚刚judy也提到 interest的话 银行一般在年初时候 就会给你发一个mortgage statement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会收到了 2020年的这个银行 给你的发来的这个这个房子 在过去的这个一年里面 如果你没有换 assume你没有换银行的话呢 它会给你发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你的这个mortgage的这个interest 和你的principal payment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有这个文信的话 上面就会告诉你 在这一年度里面 你所花的这个interest是多少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记录的 那比如说地税 就也提到 就是一张一封信的问题 对吧 所以政府给我们发这个property tax letter 那上面也就有tax 那我发现最难记录的 应该就是这些expenses 就是你在这个出租房上 所花的开销 这个是比较累税的 因为有可能会比较多 这一部分的话呢 就需要比较好的这个一个 一个system 就可以来keep track你的一些费用 那么呢我们自己呢 也就做了一个expense lock sheet 就是说呢 在这个房子的这个 在什么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呢 因为如果我发现不及时去处理的话 很有时间可能就receipt也不知道搁哪了 然后就找不着了 所以最好的话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呢 就立马就把它记下来 可以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然后呢做一个表格 然后把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 发生什么是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多少钱 这样子的话呢 当你把它记录起来的时候呢 到年底的时候呢 你就只需要把它就是total一下 那你就知道你的费用是多少了 所以这个我发现也是比较 比较就是practical的一些 一些这个记录的方式啊 那么如果说只有一套两套的话 其实说出来是比较容易keep track的 就是就是如果房子的越来越增值 房子越来越多的话呢 确实需要一个系统 让你这个在年底报税时候呢 就不会抓狂啊 就是在每次发生费用的时候 你就有记录了 那如果真的是房子很多 track不过来的话 其实有digital的 比如说我现在自己作为地产经纪 我会我的费用就有一个app 我就会照张照片 我照张照片以后 我就可以立马可以upload到 这个system里面去 那我就每次有产生费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立马的就是记录 而且是直接上传到这个app 这个电脑的这个系统里面去 所以是很方便 但这个方这个方式呢 就是比较的是manual吧 就manual的方式来记录 这个出租房的一些费用 虽然很很简单的 我发现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呢 在这个算这个房子 这个开销时候就比较的容易 比较easy 那你去找会计师报税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excel表格打出来 就可以了 那会计师这边呢 也会一目了然的清楚 你的所有的开销和收入 和你最后下来 你这个net income是多少 对 刚刚刚刚刚讲到 就是说有这方面问题 就是现金支付的expense 可以抵税吗 当然可以了 expense 就是只要跟刚刚据理补充一点 就是说产生的费用 是否与出租房的收入 是否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的话 你就可以报 那他不管你是这个expense 是现金付的 还是credit card付的 还是debit card付的 他都不管了 只要是你有这个真实产生 这个费用都是可以抵税的 要留好receipt 对的 就是说receipt 刚刚刚Judy也讲 最好是留6年的时间嘛 那万一这个CRA来out的话呢 你可以留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啊 那就是最好 还是要把它留下来 receipt留下来 出租房所有的费用 都要keep receipts吗 Judy你怎么认为 我自己是出租房费用 都有keep receipt 就是你那个 当然你要keep receipt 这个都是你 报税一些主料的一些资料 对吧 反正涉及到你报税里面的一些数字 比如说你的费用啊 收入啊 你都应该有相应的记录 这个记录的要比较完整 要原始的记录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比如像有的人的话呢 比如说 我看到有的人 比如说他通过一些 credit card上面有点记录 但那个其实 完整来说不是完整的记录 为什么呢 你要有真正的receipt 因为只有receipt上面 才知道说是 你到底花销是干什么了 对不对 你credit card上面 只是有一行数字 只是说是你从credit card 出去了一笔钱 这个都不叫完整的记录 所以说呢 这个需要讲一下 这个记录 必须是很完整的记录 是的 对 所以我就说作为房东来话 我觉得这个 expense tracking 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保留所有的receipt 然后有一个 就是自己的一个系统 whatever系统 自己可以对你来说 是workout都可以 那刚刚有朋友问说 receipt时间长了 可以电子 可以就是 作为这个纸质版 可以的 你可以把这个receipt 照个照片 然后或者是scan 保存的电脑 都是可以的 对 还有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一个 这个James 他说这个自住房 五年了 2018年开始 那个出租三年 没有做过自住房 在出租房的税务操作 现在打算卖房 问题如何操作 可以讲前面五年 散租自住房而省税 就是你要如果现在 这个的其实的话呢 就是你2018年的话 我们已经开始了 这个要需要这个 把自住房卖掉的时候 需要报税 2018年已经开始了 对 就这样子的话 相当就是你是没报 没报的话呢 那你要必须要去补 把它补回来 补回来的话呢 最好呢 就是你在2018年的时候的话呢 把2018年的税呢 做个调整 做个调整呢 就只是为了这个 住房的这块 给它做个调整 或者呢 你就给CRA写分信吧 因为写分信看它可不可以 那正常情况下 这个都在税表里面做的 就是在T1报税的时候里面做的 你最好在T1里面 返回到2018年 去把这个呢 补回来 补回来的话呢 完了你在卖了房子的时候的话呢 那我再做一个option 再做一个election 完了的话 这样子 就是把你自住房的这个年限呢 省税 出租房子这个呢 年限的话呢 那你赚了多少钱 该交多少税 交多少税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觉得你就OK了 好吧 所以说不到你现在 你要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在下面再提啊 还有的话呢 看前面这个是 说是这个五六年前的文件 没有保存下来 政府插税交不出来 会有什么后果 但五六年前 看你什么文件了 如果说你一些t-slip 比如说t4啊 之类的话呢 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政府它已经有那些文件了 而且或者呢 就是你的那个 到你的那个 my count上面 到你税务局 你自己的 自己的count上面 其实也是有这部分的 有这部分的信息的 这个的话呢 它基本上也不会查你了 五六年的 如果t-slip 如果你是一些 别的一些文件的话呢 如果五六年没查你的话呢 就是这个查的几率 不应该太大 不应该太大 就是说是 我碰到的case的话呢 就是查过那个 我想想看 我是一个人找我的事 去年 去年相当于2020年找我的 2020年找我 他找我的时候的话 他2019年的东西 即报外 别的人帮他报的了 但因为他拿到税务局 分信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 那个人不愿意给他处理 前面那边不愿意给他处理 或者就是证据不需要 怕麻烦 后来他找到我的 找到我的话呢 因为他问他的这个 是2017年的 这个相对来说 是已经比较早 像那2017 18 19 相当于就是 三年前的东西了 问他 这是我碰到的 一个比较早的 但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五六年前的东西 应该是不会问你的 除非说是 你犯了什么大事了 犯了大事的话 那可能就 抵操天的查了 那就 那就没 那就没说 正常情况的可能就是 你像我那个 2017年的 早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客户讲 我们这次一定要做好 因为尽管他当初资料不是很 因为他记录的不是很全面 尤其有别人跟他做的 他也自己也不是 起立糊涂 不是很清楚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次2017年的话呢 我说他只查你了 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一次性的把它做好 做好的话呢 你就生很多麻烦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2017年做好的话呢 他2018年就有可能不查你了 2019年可能不动你了 2016年也可能不动你了 但如果说你2018年又做不好 2017年的如果做不好 有问题的话 他可能会 他会去找你2016年 也可以找你2018年 19年 那问题就麻烦了 但当初就是 当初就是我们做的还是不错 尽管就是他时间久了 他保存的记录不怎么完整 但是我们反复核对 他提交给我文件 有的东西我觉得不合格 我反复核对 反复让他重新再搞 最后的还是一次性过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就是五六年 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是看你有什么样的文件 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刚讲T-Sleep的话呢 那你就不要担心 如果是一些别的东西的话呢 他五六年不查你的话 机会也很小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房东们可以就是养成一个 平常出租房费用 这个支出的一个好的一个记录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以防万一以后要被查的时候 你都有个很好的记录 但是话说回来 你原则上你还是要留记录 留了记录的时候 你都不要烦了 不要烦了 到时候该有什么东西 而且你留的记录 比较 记录的比较完整 比较organized 完了他来了什么 来了什么数字 你直接去稍微整理一下 给他就OK了 好吧 对 还有这个是2020年领EI或者是CRB 这个算不算在2020年的收入 这个都是收入的了 这个就刚才我讲的 这个都算你总收入的一部分 包括你的EI 还有任何拿着政府的补助 都算总收入的一部分 根据这个数字来决定 要不要卖房 要不要卖房 就是他的问题是说 他想要知道去年的收入来决定 因为这样的话 他不是要 就税接可能不一样 就作为他的一个参考的因素 是这个意思 OK 对 那个肯定是必须 必须像EI 这个CRB肯定是收入 百分之百这是收入 这个没有任何含糊的东西 总是而且是纳税的收入 应纳税的收入 它是没有任何的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对 Judy你在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回答 我把最后一个point说一下 好吗 你没结束 对 还最后一个 对 就是你可以在chadroo上 继续看一下 有些问题 可能skip没有回答 对 就是刚刚Judy也讲到 关于出租房 自住房变出租房 是比较普遍的 在我们华人当中 对吧 可能我们在刚来的时候 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条件好了 我们就换个大房子 那很多家庭呢 就选择了把之前的一个 自住房留下来 作为出租房 那么刚刚Judy也讲到了 在这个自住房变为 出租房的时候 已经是deemed sold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market value 然后就是做一个评估 就是这个房子的评估 那个时候 如果是卖的话 它会什么价钱 那刚刚也举例讲到 比较可能比较 这个常见的这种方法呢 就是请专业的评估公司 那专业评估公司 就像比如说银行 要给房子做 这个financing的时候 贷款的时候 他都有专业的评估 是给这个房子做贷款 做贷款的时候 需要专业的评估 是来做这个评 对房子做个评估 对吧 那银行根据那个价钱呢 来决定你的这个 作为这个房子 这个价钱 来决定这个贷款的 这个额度 对吧 那这也是一种方式 也可以选择 就是请专业的 这种第三方的 这种机构呢 来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那现在呢 就是地产经济呢 也是可以出示 这样的一份信件 就像我们公司 也有这么一个服务 就是可以给这个 做一个评估 那刚刚就得也说了 这个这个价钱 也不是说随着并变 脑子一拍就出来了 对吧 就像我们在决定 房子上市时候 这个挂牌价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做 这个market analysis 就是这个房子 同等的这种 类似的房子 在当时那个时候的 价值是多少 对吧 所以要看到几个 不同的这个房产 然后呢 做一个比较 来come up with 这个我们认为的 这个fair market value 对吧 所以也不是说 一拍脑袋就出了 而是要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对比 来做出来一个 就是相对合理的 一个market value 那么如果在以后 CRA要是真的是 被audit的时候呢 也需要出示这种证据 就是为什么这个价钱 是合理的一个价钱 所以这也是 也可以选择 就是地产经济来做 或者是让评估师 来做这么一个 market value的 这么一个 这个鉴定吧 对 Can agent fee be part of rental expense 就是刚刚有一个人 问到就说 如果你的房子 在出租的时候 您是让你的地产经济 或者是有专业的 物业管理公司 帮你打理的话 这个费用是可以抵在 你的这个expenses里面的 Judy我们还有哪些问题 没有问到 因为刚刚有些问题 我skip掉了 我来看一下这个 有一个人问这个 问这个 first homebuyer 有什么样的退税政策 如果说是你是 税务居民 完了你又是 first homebuyer 你有一个 first homebuyer credit 有个credit 这credit的话呢 最后你责称 责称那个钱的话呢 就是1750块钱吧 就是 相当于是5000 5000乘以15 750块钱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first homebuyer 如果说你不申报的话呢 他没人管你的 你必须要进行申报 申报的话呢 即使说是如果说是你以前买的房子 你现在可以上去做调整 做调整的话呢 这个也可以回来的 好吧 这个是一个 还有呢 再看一下 好像还有后面有个什么东西 对有一个Michael 我孙的问就是说 如果卖出租 卖出自住房需要报税吗 对 这个 这个是个很好的 很好的问题 就是曾经以前的时候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自住房 买进买出是不需要进行任何的税务申报的 就只能说是你是 你是你是那个投资房 投资房的话呢 就是你卖出去的时候呢 要继续税务申报 税务申报的目的呢 就是要交那capital gate 这是曾经的以前 但是这个是从 我想想看从哪一年开始的 应该是从 17年还是16年开始的了 16年17年开始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比较混乱 比较混乱 因为有的人的话呢 可能从这上面投机了很多 因为CRA的话呢 那年就开始出来 就是任何的这个房产的处置 不管你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 都必须要在报税的时候申报 也就是说是你当年的报税要申报 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假如说 你是2020年 比如说进行这个房子的卖出的 不管你自住房自住房 2020年报税的时候的话呢 你需要把这部分反映在你的税标里面 也就是说今年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4月3号以前报2020年的费 2020年的这个 这个tax return 也就是说4月3号之前 你报的这个税里面 需要有这部分的体现 需要有卖出自住房 即使它是没有任何的税务上面的影响 因为对你税务 因为这部分都是免税的嘛 税务的影响 但是你还是需要去审报的 好吧 就是说要申报 但是就不需要交税 因为自住房现在目前还是免增值税的 这个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对 申报还是要申报 但是是免自住水段 对 然后这边 如果说是你要是原来如果没有申报的话呢 就是去补一下 补一下 因为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呢 如果它找到你了也会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这边Gence有个问题 说如果在城里有一个自住房 在乡下比如说有个cowledge 独立房也是自住 从来没有出租过 这两个以后卖出可以都是算住自住房吗 这个我们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概念 自住房的这个概念 就是刚才我记得我强调过 在我讲这个税的这部分 各不讲HST这部分 尽管我们因为中国人翻译通常都用这个自住房 但这个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呢 就是讲的这个免税的话呢 一定要强调一下什么呢 就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者的是谁呢 你给你的配偶 还有未成年的子女 也就是不到18岁的子女 除非说这个子女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呢 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了 他能有他的自住房对不对 否则的话 如果他没有成年 他又没有结婚的话 所有的就是这一堆人里面 也就是夫妻在家未成年子女的话呢 只能拥有一套那个免税的 我们通常讲的自住房 President 但是你这个讲的话呢 你这个讲的就是第二套的时候的话 第二套也是 第二个也是自住房 自住房那呢 可能你会 比如说你有时候会需要去住 需要去展住一下呀 或者是去coltage 有人去度个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在那待个一两个月啊 这个的话呢 他尽管你是 好像你也是自己住的 没有出租 但是他不能再享受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capital gate的这个extension了 只能有一套房子享受 只能有地方 但是具体说是哪套房子享受的话呢 你自己完全可以指定 你自己可以指定 你指定的话呢 就是你指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哪个上面的 可能涉及到的税根高嘛 对不对 你可以指定 这是一方面你可以自己指定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的话呢 他也会考察你 我这个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自住房 我是不是都是自己在住了呢 比如说你要尤其是现在对这个 对这个就是capital gate的这个自住房的话呢 你是不是在自己住呢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怎么住 你根本都在那边没注册过 而且你过岸漂泡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开过火 我把这个作为自住房的话呢 那如果说他最后找到你的话呢 也是会有些麻烦 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自住房的话呢 有几个概念呢 有几个概念 可能就是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你必须是真正实实的在里面住 真正实实里面在住过 第二个的话 你必须拥有这个房子 但是至于说谁住呢 也可能是你住 你的配偶住 子女住都没有关系 但是一年也可以不全住 但是呢 必须在里面真正的住过 这个才符合这个免税的自住房的这个条件 好吧 完了呢 一家呢 只有一套 第二套的话呢 就即使你自己住的话呢 你卖的时候呢 也有capital gate capital gate必须要叫的 对吧 菊莉 我们这边有个问题叫 找builder买的新房价格里 包括HST吗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 可能就是都一点讲的快 讲的快可能就是有的人没有get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你找builder买新房 也取决于builder 比如说像那个 比如像那个fusion的话 他估计可能会问你说 你这个买的房子四围的 你自己住的 就是你买的省税的那个自住房吗 如果你回答yes的话呢 他一般都会跟你讲说是 我卖给你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已经包括了这个 对已经包括了这个HST rebate 就是你以后拿不到HST rebate 是builder来申请HST rebate 他跟你签了一个合同 他跟你签了一个合同 又一纸合同 这个合同里面 你已经去委托给他 去帮你申请这个HST rebate 而且HST rebate回来的 会到了builder手上 不到你手上了 因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房价的合同 已经是出了这个了 对吧 但是但是的话 但是有的builder是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大部分的builder 尤其是对你这个出租房啊 还有就是第二套这个自住房 他一般不太管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你会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呢 也可能涉及到 当时以后你会拿不回来 对不对 或者你条件不符合 他跟你在那 磨来磨去的 就没啥意思 是吧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 尤其像些楼花 他都不太愿意 帮你做这些事上 当然这个是 这个要是 如果说是出租房的话 一般都是要自己去申请 H3Bit 如果是自住的话 就刚刚Judy讲的这个新房 就比如说 咱们Gulf 这个Fusion的房子 他都已经 就是说这个H3Bit 就是已经是不经 这个客人的手了 就直接builder 会去跟政府申请 然后呢 你就是客人 都根本不参与的 而且呢 他可能看起来价格 会好看一点吧 比如说像一个 房子价格 比如说就是 他写的是 写的是这个 他原来收你100万 如果说是你自己去申请的话 可能就变成102万了 多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可能看起来价格 也不太会好看 但这个话说回来 主要取决builder 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反复给你确认的 builder也会给你确认 他也会给你签合同 调留意这个 第二个还有就是 如果说是你去close的时候的话呢 close的时候 跟那个 律师那边也要做 对 也要做一个 disclaimer 对 对 律师那边也会有这个问题 会出现的时候 对对对 如果留意点的话呢 这个问题其实 不会错过的 对 然后这边是说 是新房自住后 申请HST rebet 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新房的话 取决于这个builder 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新builder 已经就是 拿到这个HSTrebet 你作为买家 就根本就不用参与的 这边有个问题说 The new house was purchased as self-use but end up as a rental after closing Can the buyers still get 24,000HSTrebet 那如果你起初买的话 是自住的话呢 这个HST builder可能已经拿 就很有可能 都已经拿走了 所以你不管你之后 是用来出租 还是住 这个客人是拿不到 这个24,000的这个rebet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说呢 就这个东西 就是你买这个房子 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尤其是买新房子 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你买新房子 的时候的话 你一定要明确 你这个房子是自住 因为这个新房 涉及到HST的问题 rebet的问题 你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明确 你这个房子 是自住 还是出租 如果自住的话呢 你自己又能解释 对吧 自己又能解释 不能说是 我就假定我是自住 但是我解释不了的 你没有理由住在那的 这个可能也会有问题 对吧 你要有个 因为我们在上面讲 他有个intention intention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买这个房子的目的是 干什么的 你不能说买了这个 买这个房子是别的目的 以外的我说是 我是自住 这样子的话呢 你到时候 为什么你到时候 原因会解释不出来的 原因会解释不出来的时候 那以后碰到问题的时候 的话就会让你 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 一个角度 尴尬角度的话呢 就是什么 他会一直追问你 追问你一直解释不出来 越几时越惨 越几时越惨 越把自己走到绝路上 所以说第一个呢 就是你买新房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明确 我到底是这个是自住 对 自己住 自己住的第一套房子 还是第二套房子 还是要出租 你要首先要问自己 要明确 明确这个question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你买新房子的时候的话呢 那你要去问你builder builder的话呢 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帮你申请 已经这个价格 已经扣出了 还说是你自己申请 这个你就很明确 很明确 有可能的他帮你申请 有可能他不帮你申请 他不帮你申请的 他帮你申请的话 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 因为他已经把这部分钱 已经扣掉了 相当于已经拿回 这部分钱来的 因为他从你的合同价里面 扣掉 相当于你就预先 把这个钱拿回来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不用管了 不用管 把他下面就是builder 他自己去要了 他可能会管 你要写资料啊 whatever就是 这个是后续的东西了 你就不用管了 所以说你 你呢 一定要很明确 跟builder 问清楚builder 到底是 到底是 他帮你申请 还是你自己申请 如果他不帮你申请的话 那就下面就是 你要是 开始入住了之后的话 进行资料 又收集期权了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自己 无论说你自己申请 还是请人申请 那你就可以进行申请了 好吧 这么几个东西 大家一步步来 好吧 而且这个attention的话呢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 大家一些例子的话 就是有的人搞混了 本来的话呢 好好的房子 对不对 好好的他 好好的话呢 比如说他 他本来自住 也是能解释清楚的 他非要说是 以出租来申请 或者呢 出租的话 他也能解释清楚 他非要 他非要自住 就是搞混了 搞混了 本来的话呢 你申请是比较容易的 你结果你搞混了之后的话呢 就反而中间会出了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而且让别人的话呢 就是往往的话呢 就是也在怀疑你是吧 而且的话 大家知道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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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申请期的话呢 一定要清楚是两年 两年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你在中间 处理这些 烂七妈包的事情 处理结束了之后 两年过期了 过期了之后的话 那你就哭贴哭贴 这个两万多块钱回不来了 对吧 这么一个概念 说说呢 就是这些东西 大家就是这个 之前的话 都要细细的 要去考虑的 是吧 说说 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有一个原则 就是干什么事情的话呢 我都要想到过 以后比如三年五年 我的consequence是什么 我的后果是什么 我的分险在哪 我的好处在哪 我的分险在哪 对我自己来说 我都会这样去考虑 最清楚的 而且尤其是像 这个税务上的这些东西 都是钱的东西 然后大家的话呢 一定要就是做任何的 不管是投资 还要做什么之前 都要考虑到相应的一些 这个相应的一些 这种后果 后果或者是分险 只有这样考虑清楚的话呢 我最大程度来 避免分险 对不对 而且呢 对我利益也会最大化 对 我同意 就是说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目的 就是投资的话呢 最好在 就是在 跟Builder这边 就要说清楚 就是该交HC 就先交HC 之后再去退 我也觉得是 要把之前的intention 就是说清楚 就要避免以后的一些麻烦 对吧 而且刚刚那个朋友问到 就是关系